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样的恩典都不是我们自己赚取的 我们之所以度信不以坦而无拘来心敬你 是因为你透过主耶稣的代史流血舍身 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 他除去世人的罪 我们相信他的罪得到赦美 并且领受了权柄呼叫你为我们的阿爸天父 也领受了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如今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同在 我们继续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我们真知道你 主啊在这个时代 这个弯曲备妙的时代 这个疫情战争的时代 我们知道这几年来整个世界的格局 已经产生了180度的这个变化 我们教会必须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主我们在你面前把今天的学习仰望 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教导的工作 让我们从这一次的战争 看怎么样背后里面有恶者 这些对不但教会 也对以色列人的功绩 我们如此在你面前 愿你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让我们可以真正明白我们现今属灵的光景 并且也知道这时代属灵的光景 感谢赞美主 谢谢主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保佩的圣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呢 是继续讲这应该是我第六堂 讲有关这一次的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争战 那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争战呢 就像我们这几两三年来经历这个 COVID-19这个疫情一样 这个疫情已经改变了180度 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局势 同样的这个俄乌争战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 这个局势 所以接下来你会慢慢看到这几个礼拜 然后这几个月之后 你会看到整个全新 越来越清楚看到 跟你之前看到的整个世界的格局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个以后我会有机会 如果上帝要我继续讲 我会来分析 然后我们怎么样做好准备 我们不但要知道圣经的真理 我们也要知道在这个时代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在英国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神学家叫 John Stock 他说传道人呢 他说手上要拿出一本圣经 然后同样拿一份报纸 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呢 因为我们不是活在太空 以这个世界无关 我们是活在地上 以这个世界有关 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 要看得准 你不但要知道 你要有那一个 我们讲说主耶稣 你要懂得这个时代 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会对你会更大的了解 然后怎么样更好的祷告 好我们就进入 今天我们会分三个部分 尽量在半个小时里面把它讲完 然后有可能二十分三十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分享或者回应 今天呢我就根据我这里的内容里面 第一对这个整个上帝末期的计划 是什么 我们再看以色列人的计划 包括教会跟以色列人的计划 然后第二呢 偶尊战 对以色列人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 我也会给大家来看 最后呢我们究童怎么样来回应 好一方面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计划呢 我们首先看这个 我想当中有好一些 如果你是这两三年来听我讲起色录的话 那这个你看的这个起色录的整个的GPS 就是这个导航呢 你会看到一张一张这样根据下去 每一个就是这些的议员音乐呢 就是根据这个章节这样这样一个一个走下去 所以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时候 讲到耶稣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 也就是站在以色列人中间 也就是站在教会中间 那这里呢我在2019年9月29号 我就看到这个里面的议员呢 在2019年9月29号音乐 接下去呢我们就进入第二章第三章的 有七个教会 七个教会要被解禁 就代表所有的教会 所以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呢 我相信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 看到这个疫情也好 或者这个战争也好 目的呢唤醒教会 我更加谨慎自首 进行祷告 默契已经要到 然后你在看下来的时候 这个教会被捷径呢 是要经历复兴 第四第五章里面的这个打复兴的意象 然后第六章开始呢 到第十八章我们看到 有三轮的主耶稣带领的这个公义的审判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七个印 然后接下来的七个吹号 然后接下来的七个金碗 每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 有审判也有收割 这是我们看到的整个的这个启示的局 来到第十九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主耶稣 他准备从天上降下来 这主耶稣讲到这个 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 好像跟教会 就是好像结婚的一种的 这个处境 之后呢 进入千禧年的国度 主耶稣要在地上掌权一千年 那在这段期间的教会 跟耶稣在地上一起做 特别是 不是所有的基督徒 在那个时候 耶稣做王 只有活到耶稣来的时候 那些基督徒可以 他做王 再加上那些 曾经在这历史里面 为主殉道的人 包括 启示录第十三章的 这些的 没有受印记 受这个拜受相的人呢 他们为主殉道后 他们要在迁徙的国度 那个时候 耶稣一同坐 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 撒旦被捆绑 一千年之后 被释放出来 他在带领 挖列国来做最后一战 但是他也是脏败 然后被审判 这个无论是地基督 假先知 无论是这个 撒旦都被丢到 这火湖里面进去 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 这个不幸的人 也被丢到火湖里面 而新的人就进入 这个荣耀的 这个新天新地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整个末期上帝的 这个要做的 这些的事情 那有关以色列人呢 那以色列人怎么样 这个这一幕呢 你看到的就是教会 包括以色列人 那我们第一章看到的时候 我们看到主耶稣 在十二节 十三节的时候 约翰当时 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 他发这个声音 跟他讲的话 既转过来 约翰就看到 七个金灯台 那这个七个金灯台呢 我们都知道 当时代表以色列人 后来我们知道 教会也是被称为是金灯台 所以耶稣呢 已经在这个 七个金灯台的 这个中间 意思就是说 耶稣已经在 以色列人中间了 他要带领以色列人 准备这些以色列人呢 进入这个末期 引导他们来归向主的 这样的一个光景 那我们看这个 启示录的时候 刚才我们讲到 在第六章 耶稣这里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 在耶稣 揭开这些的印之后呢 特别我们看到 四个这个马出现 第一个是来做和平的工作 我相信呢 这一次经过俄乌的征战 会把整个世界呢 两极化 第一个呢 就是以中国跟俄罗斯 包括伊朗啊 这个北韩啊 为首的这些国家 跟这个以美国为首 跟西方世界来做一个对立 这个是很明显的 在这一次的这个 俄乌战争中所出现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白马出现的 就像一个好像和平之子来 要怎么样去把这两个世界的大本营 怎么把它继合起来 然后接下去呢 我们看到的 第二第三第四 第五第六的等等 这些的我们看到的 特别是二三四里面 看到有许多的征战 在这段期间呢 很大可能呢 就是以色列人呢 就开始被建塔了 就以色列国 所以我相信这段期间呢 特别等一下我们看到 这些俄乌战争之后呢 背后里面会隐藏出 怎么样加深 这些以色列人敌对的这些国家呢 更加有机会 去来攻击这个以色列 这是我们会看到的 所以在第六个 第六章里面的这些马的出现呢 接下去呢 我们看到第七章 这些有收割 我们上次之前有提到的 以色列很多人信主 这里14万4千 作为其中一部分 我相信比这个更多的 然后接下去呢 你在看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 来到第十一章的时候 在这里以色列人 以色列国的 已经被别的国家征服了 为什么我们知道呢 因为在这里说到 这个殿呢 在这里叫这个圣殿 然后接着讲到这个圣城 这个圣城要被践踏 42个月 三年半 所以这段期间 我们就看到 以色列人早就被 其他国家征服了 被其他国家来打压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看到 启示录里面 跟以色列人有关系的 所以让你让大家知道一下 然后我现在就进入了 我给你刚才简单看到 在以色列人在启示录里面 他们的阶段 过程里面 什么时候会被 就是征服 那谁是他们的守号敌人呢 在这里我们看 当你在看这个 俄乌战争的时候 你不要只是看 这个只是俄乌战争 跟你色列人没有关系 那我自己在分析的过程里面 是有信息相关的 这个特别这里 我想这个是 特别是以伊朗为首的 以这个以色列敌对的 这些的国家呢 希望他们认为 这个以色列征服了 巴勒斯坦这个地呢 真正要这个世界而平呢 就是以色列国要被毁掉 所以你会可以看到 那好 我们从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从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到现在的2020年 已经有70多年了 77年 在世界各地 没有这么大规模 在欧洲里面 从来没有发生这么大规模的 像俄罗斯 打这个 欧洲最大的国家 就是乌克兰 给你看到没有 这个这种规模呢 是可以说是二战之后 这个是才发生的 所以它的影响呢 非常深 它不是影响欧洲 把它影响整个的世界 我以后会慢慢分析 把这个 这个 这个病毒跟这个 特别这个战争呢 所带来的这个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影响 是非常深厉的 你会慢慢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报导出来 你就越来越看到呢 这个世界已经的 整个格局已经 是不同了的 那有关这个 以色列人的 守号敌人是谁呢 那我最近 我看了这个 Jerame Johnson 我也是蛮尊重 这位神的仆人 他看样子 大概四岁左右这样 我有神的恩高 在2月24号 这个俄罗斯侵略 乌克兰的时候呢 他上帝就给他 这个梦 那我在上帝有讲过 但是我就带过 那今天我就花时间 去分析的时候呢 我看到呢 他的梦里面 给我自己领受 是很相似 那在这个梦里面呢 他就讲到 那一天 他上帝给他看 这个欧洲地图 上面写着 侨民复兴 他所指的 这个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 当时刚刚开始 发生这个打仗 侨民复兴就是 Diopolis 因为叫做Diopolis Revival 就是他所指的 就是这个乌克兰的 这些的基督徒们 在这个梦里面 他说他被带到一个 好像上帝的一个 一个会议里面 在那里 他说那个会议里面 当然不是属于 这个世界的 激烈战争中 他进到这个会议里面 这些是一个 和平的境界 不像这个世界 这个打仗这样 然后他就 马上在这个梦里面 梦中得到的启示 就是乌克兰的基督徒 将在战争期的 未来几年被拆遣 分散到欧洲 整个欧洲 我相信这一次的 这个 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 神迹奇事发生的 我现在是在等候 有更多在里面的人 他们把那些 神迹奇事 将会怎么样 在这个艰难中间 为主作间的见证 我相信 多几个礼拜后 几个月后 我们会收集到 很多这些资料的 到时候我们可以 更加的来分析 现在因为在战乱中间 我们陆陆细细 都已经拿到了一些 有关这段期间 所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是神的心意 虽然背后里面 我们看到 这个恶者是要来毁坏 来杀害 但是神呢 是要来祝福 在背后里面 神的祝福是满满的 那我们在看下期的时候 在这个梦里面 他说 这个的战争呢 你看 现今你看 他说是乌克兰 跟俄罗斯 这个打乌克兰 但是有朝一日 借管以色列的计划 是直接 什么相关的 背后里面 这个背后 这场战争里面 会跟以色列 被另外一个国家侵略 我相信是以伊朗为首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侵略呢 是有关系的 现在看过去 是好像没有 对不对 就是俄罗斯 跟乌克兰打仗 但是呢 还你要更深一层禁忌 那这个战争里面 所带来的一些的影响 是什么 那对以色列人的 负面的影响 是什么呢 那这里呢 这个 Jerome Johnson 这个牧师呢 他就 他就讲到 我看到一个庞大的恶魔 公国 就是这个Evil Kingdom 动员并助长 对俄罗斯 这些相关的犹太人的仇恨 这次俄罗斯的战争里面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犹太人 因为现今 乌克兰的种种 这个Jelensky呢 是犹太人来的 在俄罗斯 在乌克兰呢 这个犹太人只占 大概一个percent 但是上帝 就兴起这个 犹太人 这个总统 所以很自然的 在俄罗斯也好 在可能欧洲也好 每一次有这种 大规模的战争 所以犹太人 就是风吹草动的 因为他们经历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这个 在战争中 被杀害600万的犹太人 他们 那个记忆还很深 所以 我想接下来呢 这个 对 现在这两三个礼拜 从乌克兰 从这个俄罗斯 我看到一些资料里面 已经有 大概8000的犹太人 从这两个地方 已经 移民回去 就是移民到以色列去了 未来接下来几年里面 你会看到更多 更多 那这 背后里面 我们看到 有这个黑暗的势力 要来 征负 这个以色列 那我们讲 这个战争背后里面 怎么助长呢 那首先呢 我想 来了解 就是现今 这个伊朗 以伊朗为首 现在的全世界呢 是以伊朗为首的 这个 就是 成为以色列人的 首号的敌人 如果你看这个 这个版图的话 以色列很小 这个地方 这个 就好像 这个橙色 这里 这个 深绿色 在这里 就很大的一片 就是伊朗的国土 那伊朗的国土呢 我们对他们的历史了解的时候 从1979年之后 就是伊朗革命 而在1979年呢 之前呢 有一段时间 伊朗跟这个伊拉 这个以色列是相对 是好语的关系 但是自从1979年之后呢 这个革命 这个科米宁上任之后 就以以色列为敌 然后渐渐的 接下来 关系非常恶化 到一个地步呢 他们就 以这个以色列 作为他们的 这个首号敌人 特别是在 这个2005年 到2013年 这段8年期间 一个叫 Mark Moore Amadini 这个总统呢 就呼吁要毁灭 这个以色列 所以你会看到 他们国家 就呼吁带头 特别是这个中东地区的 这些反对 这个以色列的国家 一起带头来 怎么样来 消灭 这个的 以色列 所以 伊朗为首 那在2015年 我们都知道 伊朗呢 发展这个 这个核子武器过程都 应该从五六十年代 都开始了 但是我是讲 现在比较近代的时候呢 伊朗都在那边秘密 做这些的武器 特别在奥巴马 做总统的时候呢 在2015年 他就带领了 中国 俄罗斯 英国 法国 就是五个常任 旅事国 加上欧盟跟德国 一起签列 就是公开 让这个伊朗 在这个世界的监督之下 发展这个核武器 之前呢 2014年之前 他们都秘密发展的 因为 其实在过去的 这个 有一些国家 全世界 一些国家签列 就核不扩散 意思就是说 台湾不要太多国家 有核子武器 所以基本上就 不鼓励任何一个国家 发展这个核武器的 伊朗呢 你可以想象 如果他要毁掉 以色列的话 他总是要有一个 杀伤力武器嘛 杀伤力强的武器呢 就是 就是这个核子武器嘛 所以 这个 奥巴马是非常 亲 这个 伊朗的 就他就是来 就常任 理事国 欧盟 德国等一起来签 这个的和平条约 所以 让这个 伊朗可以和平发展 他就发展这个 核电 他不是发展核武器 但是如果 你有 有核电能之后呢 你也可以发展核武器的 所以这个是 就是那个 那个核子 你是怎么样来用 作为发电呢 还是作为 来作为武器 都可以的 但是伊朗一直说 我们只是来发电 不会变成武器的 那你想 他口头上跟你这样讲 所以奥巴马 那个时候就 大胆的做这个事情 所以是死无前逸的 伊朗就可以 公开的 合理的来发展 它的核子 这个 这个 项目 所以这是 这个图画里面 你会看到 这个中国的代表 中间 你会看到 这个就是伊朗的代表 旁边是 这个美国代表 还有其他的德国啊 欧盟等等的 这个代表 签了这个业 签了之后呢 我们都知道 在 川普的时代 应该是在2018年 他就退出这个条约 2021年 当这个拜登 这个我们叫伪总统 承认 这个 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呢 他就开始要重新加入 之前的 这个 以伊朗 这个达成这个协议 所以现在在谈判 谈判的过程里面呢 现在呢 出现一个 一个 一个奇妙的 我们讲说 一个 一个状况 就是 我们都知道 俄乌战争呢 欧盟呢 还有美国呢 还有其他国家 都制裁俄罗斯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 俄罗斯是其中一个 这个 在这个 这个核子 这个 这个计划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成员 那他就威胁 他说如果你要得到 我 要 让你 这个 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话 那你必须要拿掉这些 对我的制裁 看到没有 所以现在已经抓住个把柄 现在因为俄罗斯过去年间都在 政治舞台 犯了很快 结束嘛 我们刚才讲了 在这个 这个签核子 这个 伊朗发展核子 他是其中一个重要 他是也是 这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所以现在呢 在谈判的过程里面 肯定 我们可以确定 现在呢 俄罗斯是不会站在 本来他应该站在中立 因为 这个主要还是中立嘛 但是呢 他应该会站在伊朗这一边 任何的 条例呢 如果美国不取消的话 他可能就不签 不同那这个 这个在发展这个 核子武器的过程里面呢 那我想就是 伊朗会站上风的 意思就是说 因为现在俄罗斯就 比较起 在这边 伊朗这一方面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是刚刚昨天的新闻 报道出来的 当然美国就不会 因为美国 因为俄罗斯 打这个乌克兰的时候 他们已经 已经做出很多 这个制裁的行动 他不能收回 但俄罗斯威胁 你不收回的话 那我就不 在这个核子武器 和核子这个项目里面 就是来谈的 就是不会达成协议的 这样子一拖一拖的话 你会看到 伊朗呢 是希望快快达成 两三天前 你会看到 这个伊朗发射了 这些 洲际导弹 从伊朗 打到伊拉克的北部那边 靠近美国的 这个领事馆那里 12名 看到他们是很 讲 每个程度上 很有缓的 好 现在 在这个核子武器上 我们看到这个 俄罗斯是 倾向 这个伊朗这方面 就是对伊朗跑出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 现在的以色列 跟俄罗斯的关系 那俄罗斯呢 在2015年 你看 这个西里亚 西里亚的总统 叫做阿萨 阿萨 叫 阿萨 在他自己国家 2011年开始 还记得吗 阿拉伯村 叫阿拉伯国家 开始 这个示威 民主 民主 他不要民主 他就 他们国家内斗的 大概是 内战四年 2015年 他的这个 这个西里亚总统 这个阿萨 呢 差不多倒台 他求助于俄罗斯 派兵 派兵去 去 去打压 所以后来 稳住了 他的政权 2015年 俄罗斯的军队 就进入了 这个西里亚 所以在西里亚里面 俄罗斯有他的军队 在那里 特别是空军 维持这种秩序 所谓秩序 那对于这个 你看 西里亚跟 以色列 就是靠近了 边境国家 这个青色 这个是 然后北部 这个蓝色呢 叫做 尼巴嫩 这种蛮大的绿色 是西里亚 北部这里 那伊朗呢 常常就跟着 这些西里亚 反以色列的 这些的组织呢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在利巴嫩 还有在 以色列境内的 这个 这个 连合起来 他常常 那伊朗还算是很远嘛 你看地图里面 他常常 运输武器 去给 那个 以色列的常常 就追踪他们 武器 从哪里进来 然后很多是 进到这个 这个西里亚 或者是在 这个 这个 尼巴嫩 如果你要去 今天要打这个 西里亚的话 有俄罗斯军队 在那边 空军在那边 你不能随便 飞机飞进 那个俄罗斯的 这个西里亚境内 除非你到这个 我们讲说 这个俄罗斯 在西里亚 控制权的批准 最近呢 因为 过去 俄罗斯就是 一眼抬一眼观 他也不完全说 反以色列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 俄乌战争的时候 其实以色列 是站在 乌克兰这边的 再加上呢 这一次呢 你会看到 那如果 这个普丁 他对以色列人 非常过满的话 特别你看这里 刚刚前两天的 新闻里面 报导说 这个以色列的 总理也要 很小心 跟这个 叫做普丁 在乌克兰的 这个事情上 要很小心 如果一不小心 因为他必须要看 这个俄罗斯的领事 如果他在 他发现 在叙利亚 这些附近 北部 有摆很多 武器要准备来攻打 这个 就是伊朗的 这些的 打手 在这边 那以色列通常 在他们没有打之前 就 他的战区 就飞进去 把他 就是把这些的 武器 把武器库 把它炸掉 那现在 如果你跟这个 苏联 俄罗斯不好的话 那肯定 你不能进来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不能 你要跟这个 俄罗斯的空军 在空中对立的 所以 很危险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文物战争呢 会 让俄罗斯 对以色列 会产生这种不满 他已经表明 在两个礼拜前 已经投票 这个 反对 这个俄罗斯 进攻 这个乌克兰 是他是站 跟美国 跟西方 站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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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怎么样 现今呢 今天的新闻 从这个 阿密 这个 还有其他的新闻里面 已经报道 美国中央部里面的 一个将军呢 说 今天在 美国的国会里面 向这个 军委的委员会里面 报告说 现今 这个伊朗 已经发展了 有3000个 洲际导弹 可以从这个 伊朗本身 这个地方这么远 可以打 到这个 以色列地 现在他们 已经有一些 大概不是3000美多士 大概有一些 可以从伊朗 打过来的 这是可以 所以打到 特拉夫 这个 就是以色列的首都 就是 那个不是首都 那个商业中心 那个也是 台湾首都来的 所以他已经 发出警告 今天的消息 我今天 才收到看到这个消息 所以这很恐怖的 这些的洲际导弹呢 他们发展到一个地步 他可以带这个 弹壳的 就是意思 就可以带这个 核子武器 如果这样飞 飞的话 这么恐怖的 这些导弹 这样飞 这样大煤的话 一打 打到哪里啊 打到这个 以色列 这个已经是很小的国家 很小罢了 打过去呢 再不得几枚 就把它炸毁 是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 在这次俄乌战争里面呢 好多利好的 这些因素呢 都倾向 这个伊朗 所以你会看到 为什么 我们看 这个以色列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这个 俄乌战争里面 背后呢 已经替伊朗 加很多分数 特别站在 俄罗斯 站在伊朗这边 所以现在呢 我们看到呢 不久的将来 我们看到 以色列 受更大的威胁 因为这是 战争里面 所带来的 这个可怕的 这个影响 所以这是 我分享 这以色列人 我说 最终高养会 但是 我们都讲了 刚才我给你看 对以色列的地图里面 可能是在 启示录第六章里面 出现这一幕 伊朗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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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的这种情景 可能是在 第二轮 四号的时候 出现 也可能就 第八 第九章 出现 然后第十一章 我们看到呢 以色列已经被 建塔 一直已经被 别的国 占领住了 所以 所以这个事情 肯定会发生的 但是什么时候 发生 我们要注意 但是我们在 过程里面呢 我们要怎样祷告 我们教会怎么样 站在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知道 这些事情发生 我们就不是 站在 侵略 以色列人的 那个敌人里面 站在一起 我们不能的嘛 对不对 我们不能 我站在敌人那边 来成就神的旨意 这些事情要发生 总是会发生 但是 我们不是站在 敌人这一边 来成就 神的旨意 我们要站在 神这一边 来成就 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的 这个应许 保罗说 当外邦人数 添满着 以色列群 就要得救 这个应许呢 一定会成就的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呢 以色列人 就要付上 蛮大的代价 所以 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都知道 以色列归族的 这个道路 是非常艰难的 很多时候 上帝就透过战争 把以色列人 唤醒过来 所以这一次 俄乌战争会带领 我相信好几十万的 以色列人 从 犹太人 从欧洲 等地 来带到 这个 以色列地 因为 毕竟 以色列地 才是他们 永久之地 这个上帝 不然以色列 亚哥 应许之地 好 我们怎样回应呢 我就知道 我们要为以色列人 祷告 如果你还没有 为以色列人 祷告 你的个人 祷告里面 我现在 我的思导中间呢 以色列人 祷告站 在我前面 这就是 排很前面的 这个项目 里面 可以先 为主祷告 其中一个 我常为他们 祷告的 就是这个 Jews for Jesus 这个网上 你可以去查 很多资料 可以去看 他们的这些消息 看的时候 然后你就可以 成为祷告的内容 为他们祷告 另外这个是 Jews for Jesus 的CEO Derek 另外呢 这One for Israel 我也常常 为他们祷告的 他有一种 这个CEO呢 叫 Iran Sorif 这个机构 已经成立了 30名左右 另外一个呢 就是 Let my people go 这个就是 Tom 这个叫 Tom Hers 对不对 Hers 他自己成立 我想上次 有上过 他有一次带领 耶路撒冷 万国祷告 店的那个节目 你们有上去 听也了解 他这本身 也写了一本书 就是 Tom Hers 就是 Let my people go 特别呢 因为现在 在海外 的犹太人呢 在美国 有500多万美 犹太人 是最多 但是他们呢 美国在这里 他们要回去 这个 以色列呢 是不容易的 他们在这边 以身跟落地了嘛 在这里 所以 我相信在美国 会发生一些事情 会 蛮多的犹太人 会离开美国 回到以色列 什么时候发生 也 我相信 不会很久的 未来几年 也会看到 这些事情的发生 所以这些 可以成为你的 这些的 祷告内容来的 你要把它 成为你的 这个祷告内容来的 就为以色列祷告 以色列就是 上帝 对他们的计划 还没有 领导以色列来 归族 这个计划里面 上帝还没有 没有把他们丢掉 现在以色列 谢谢耶稣 他们也不要 耶稣了 他们就 灭亡了 没有 保罗已经讲了 当外邦人书 填满以色列全家 要得救 所以我们要 确切为这方面 来祷告 好 我就做一个 结束祷告 然后你有问题 要分享 可以分享 天父上帝 谢谢你 虽然只是 短短的 分享 但总是让 弟兄姐妹 对这次 俄乌争战里面 背后里面 我们看到 这个 Jeremy Johnson 穆斯 他的梦里面 看到背后里面 二者是要 攻击 以色列人 我们也看到 这次俄乌争战里面 俄罗斯 会更加 站在 伊朗这一方面 来以美国 对立 主啊 主啊 我们就求你 怜悯 我们愿意 我们个人 教会 集结为以色列祷告 我们也继续 在过程中间 怎么样的 看到神 你要在他们中间 所成就的旨意 求主帮助我们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保贵的圣名 Amen Amen